屈加哥喬教中心 在美國伊利諾州威斯蒙市 服務僑胞及當地居民 已經二十年了 而威斯蒙市府也相當支持 並參與喬社臺灣傳統州 臺灣日等各項活動 市長甘特朗去年訪問 臺灣的時候 決定與新竹縣結為姐妹市 近日雙方透過視訊會議 簽訂了姐妹市盟約 同時威斯蒙市立高中 與新竹縣六家高中 也簽訂了教育合作備忘錄 落實臺美兩國拓展文化交流 與教育發展 威斯蒙市政大廳裡 掛滿中華民國國旗 及美國國旗 顯得喜氣洋洋 威斯蒙市長宣布 將與臺灣新竹縣 締結姐妹市 原定七月四號 新竹縣長邱靖淳 繼縣府團隊參訪美國 並進行簽約的行程 因故延期 基於雙方團隊積極推動 及兩地首長的高度意願 特別以視訊會議的方式 將簽約議事完成 臺灣外交部 北美司副司長徐佑典 也到新竹縣政府致賀 駐芝加哥辦事處 張志強組長 則代表何振環處長 致賀慈 並贈送賀禮 曾多次參訪 臺灣的一州州參議員 佩蒂比爾洛克 也到場見證 表達祝賀之意 這天在新竹縣的上午8點3時 威斯蒙市的下午7點30分 雙方代表互道早晚安 在邱靖淳縣縣長與干特朗市長分別致辭後 雙方同步在地結書上簽訂了姐妹式盟約 在此同時 威斯蒙市立高中 也與新竹縣六家高中 簽訂教育合作備忘錄 並將於今年11月9日 派出9位高一學生到威斯蒙市立高中 參加學科及校內外活動 也藉此機會讓臺灣學生 感受美國感恩節假期的氛圍 在威斯蒙市政廳舉行 與我們臺灣新竹縣成立姐妹式的 一個締約的儀式 這次的儀式非常特別 是透過視訊會議的方式 那由雙邊就是我們 美國威斯蒙的市長 Ron Gunter跟我們新竹縣的邱金淳縣長 以及他們所率人的團隊呢 在市政廳跟新竹縣政府兩邊視訊來簽約 那這次簽約裡頭除了兩個市之外呢 也包括兩邊的學區跟我們新竹縣的六家高中 那他們即將在今年的十一月份呢 會將臺灣的幾位學生送到美國威斯蒙這邊來進行交換學生的計畫 那明年威斯蒙這邊也會計畫送學生到臺灣做交流訪問 大家舉杯慶賀祝賀臺美兩國友誼長長久久 臺灣宏觀電視張淑毅美國芝加哥採訪報導 就是不合�도 不是很快失敗 ! 因為 Apparently